当张博之跟谢霆锋的婚变现在是闹得一发不可收拾啊 昨天看到说陈冠希在他的微博上面说这个世界多了一个麻烦了 今天呢又放了一只米老鼠给他倒过来 米老鼠张博之超爱的 他曾经一个礼拜连续三天都跑去迪士尼乐园了 身上穿的衣服呢也常常都是米老鼠 所以呢陈冠希他po的这一个这只倒怪的米老鼠是什么样的意义 大家又开始猜了 而且呢这世界真的麻烦了 张博之今天被香港周刊又爆料说他买下了台币大概四亿七千亿元的豪宅 结果谢霆锋不愿意帮他付银行贷款外的一亿八千万元 他只好跟民间财务公司来借贷 寄出了分居的要求 没想到谢霆锋好像不买账 低着头不发一语 谢霆锋在婚变传闻之后首度现身神情看起来相当的憔悴 面对问题全都低头不回忆 大陆媒体更传出 其实张博之为了挽回谢霆锋在五院中寻求发出离婚简讯威胁 想要完出火令婚变一发不可收拾 谢霆锋真的火大了还找了律师要谈离婚 现在香港周刊更爆料表示张博之贪财失和的主要原因是为张博之花了台币四点七买下豪宅 原本希望谢霆锋可以帮他付银行贷款之外的一点八亿元 但是遭到谢霆锋拒绝张博之就祭出分居要求的威胁 也没有用只好向民间财务公司借贷成为两人感情破裂的刀火线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孩子都是属于我的 如果他签了那个字才可以去向我求婚 之前上节目张博之就斩钉截铁表示自己不论婚姻如何一定要拿到小孩的监护权 现在和谢霆锋闹婚变还传出谢霆锋要争第二个儿子的监护权 谢霆锋在吉隆破拍戏一脸臭脸面对媒体还传出咆哮发怒 张博之也没多好在深圳拍戏也是愁眉苦脸 两人的婚戒更是传出早已摘下 不过牵扯另外一个男主角陈冠希则是在微博上一个倒下的米老鼠发文 表示世界有麻烦了 外界联想是不是对喜欢米老鼠的张博之隔空加油打气 不过对于两人婚面传言谢霆则是力挺张博之 希望外界给两人一点隐私空间 这下林志愿路配于台北